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汽车行驶在高架桥上 突然有辆黑色轿车从对象冲上来 被冲撞的驾驶来不及反应 白色轿车整整转了一圈 银灰色轿车则是左侧受到严重撞击 事发在新竹五菱路 砸到往台六八线方向 晚间九点多 年约三十岁的张姓男子 开着黑色轿车 在过弯处疑似因未减数 直接冲到对象车道 先是撞击到内侧的白色轿车 在波及到旁边的银灰色轿车 车子零件散落一地 巨大撞击也导致车子板筋严重变形 驾驶及乘客受到惊吓 赶紧下车查看状况 一部自小客车 沿五菱路找到往台六八方向行事 不明原因失控冲置对象车道 与另两部沿五菱路找到往东大路方向行事 自小客车发生碰撞 本案造成驾驶及乘客共四人受伤 三名驾驶均无酒驾行事 重新回到事发现场的过弯处 路上仅用黄色防撞警示驻坐区隔 驾驶疑似过弯失控才会酿成意外 事故车辆严重阻塞道路 交通对花了将近一小时才将事故排除 警方事后也呼吁车辆行事应减速慢行 避免意外发生 伤了荷包又伤人 三立新闻张浩义区道云新竹采访报道